请2万2 1.0请客 拥有大奖 加赖领取 限则2万2 开口双高 超前部署 带你成功布置 虎海战机正威 大战的模式 立即加入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当转转线 2511.777 2511.777 前十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 隐藏发贝股哦 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股市1.0 台股今天涨了110点 收到的2万两 乘桌186点 成交量46113亿 今天排斥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城国际投顾的 许玉玲分析师 林林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陈一徐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馬上来请叫许玉玲分析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的指数震荡电高 我想问的是 你赚到钱了吗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为很多人 都在1.0的light当中 私讯敲碗问1.0说 1.0啊 我有听你的话 买台积电 我也有听你的话 买鸿海 但是我如何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赚得更开心 而你要知道的是 当你掌握到未来的产业前景 当你知道台积电跟鸿海 未来的目标价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哪时哪 何时是能够让你低阶布局的机会 然而 在今天指数震荡电高的同时 我们手中的股票 尤其 我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带着我们家人去买进的联军 叮咚 亮灯 攻上掌听板 再能回撤的同时 带着我们家人去掌握到 整理之后转强的魏华科 再度的攻坚 还有今天有一个集团 非常的亮眼 他也算是泛宏家军集团的个股 今天的有威投控 果然亮灯 那你会问 1.0下一档是谁 等一下会有独家的交战 而洪家军的个股 我要特别去留意到 谁是扩散的效益 因为有威投控 他除了呢 是洪家军集团的个股之外 他还兼具的正威集团的加持 算是双集团的个股的一个部分 而来意KY 在昨天创高之后 今天还震荡收红 而来意KY 你要知道300块钱以下 他会不会浮现甜蜜的好买点呢 等一下会有独家的交战 而CPO 我们买进的联军 今天果然亮灯果然大涨 而散热的个股呢 我最看好的是齐猴 今天大涨半跟涨停板 那我想问的是 6月快过去咯 迎接着7月份的来临 如何迎战7月份的一个行情 如何买在相对的低点 买在转折的位置点 复制像是鸿海 这一波大涨 这一波创高的模式 而来意KY 我们在那刚刚起档的位置点 三天的时间 帮我们的家人 创造出三成以上的利润 也感谢我们所有林林家族的家人 这一次的喜盈2万2 1.0请客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最后的倒数了 前10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隐藏版的翻倍股 1.0等你来电 跟着我掌握在7月份的全新布局行情 好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1.0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我每一周真的都会录制一集 关于产业的动向 我们如何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去抓到未来的一个标股的动向 我在6月23号 今天是几月就好 今天是6月26号 三天之前我特别录制了一集 关于生技方面的个股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要在一个月之前 录制生技相关的个股 因为亚洲生技大展在即 而有关于制药 尤其是新药这一块的商机 它会非常的雄厚 我帮大家提前掌握到的药华药 今天亮灯工上涨停板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搞不清楚 哪些生技个股可以留意 可以关注的好朋友们 记得在一点的YT频道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一点的股市 1.011 YouTube频道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是这一波的一个生技 我们掌握在你的老师 没有发现的一个位置点 我们也在十占零距离的过程当中 交战亚华药300多块钱的起涨买点 而如今的药华药 今天亮灯工上涨停板 再创下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 它代表是1.0的产业前景的一个实力 也代表着相信看见大转涨停板的一个实力 那除了生技相关的个股之外 我有没有特别告诉大家 台积电的扩散效应 尤其先进封装 未来会跟什么来去做结合 也就是细光子 也就是说如果把电变成光 是未来在先进封装制程上面 需要弄到的制程 而目前现阶段呢 是属于一个插入式的一个光收发器 而未来会把光电转化成 所谓的一个模组 来去做一个发售 所以我当时候还特别告诉大家的是 来 联军 联军呢 我们在起掌 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就来去做独家的销战 而这一波的延均 在经过两天的震荡回调之后 我们在低档来去做买进 而联军买进之后 亮灯弓上涨停板 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你可以发现到 联军每一次的拉回来 它就是你的机会 而这一波的产业趋势向上的投石 如何掌握到联军接下来的买点 还不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而我今天也特别帮大家 准备了一份精密的资料 即联军大涨创高之后 谁是能够复制像是CPO 也还有光通讯的相关的概念股 如何超级比一比 想要独家拿到这一份资料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888 然而除了联军之外 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要跟着1.0体检卡位 因为我说过 你的产本至少会比别人低20%以上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涨涨停的力量 例如这一波的红海 很多人都在说 为什么今天红海没涨 但是我认为今天红海没涨刚刚好 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红海跌破了5日均线 失守了5日均线 那为什么你会说1.0啊 跌破5日均线有什么好 如果你去对照一下2454的联发科 他连5日均线都还没有站上 F4当中的2382的广达 虽然今天收红 但是5日均线收盘也还没站稳 所以红海他是先停下脚步 等着F4一起割集拉 当然在广达持续电高 持续来到300块钱以上的同时 广达跟红海会不会形成比较效应 当然会 而且呢GB200的订单 会从第三季开始 GB200的订单除了从第三季开始之外 更重要的是GB200的大订单 由红海占40%的一个占比 而广达占30%的占比 所以我认为红海这一波的掌势 你让他休息一下 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而前高217.5 他绝对绝对还会再突破 你不要问喔1.0 接下来红海哪里可以低接 请你跟上1.0盘中低接布局的机会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 为什么这一波我看好红海 因为关键在于AI的占比 我说过AI占比从目前的三成到明年的四成到后年的五成 这样子的占比持续提高的过程当中 本益比EPS会来去做拉升 这个叫做戴维斯双击的爆发力量 而且我大胆的跟大家预言 法人接下来也会调高红海的目标价 所以我才会说当红海拿到GB200的一个独家的份额订单 而且其中有一块叫做NVL72 NVL72的部分呢 它的占比很高 而且它又自行研发出水冷散热的系统 来今天的齐鸿今天的建策 甚至今天的双核为什么能够涨 这个都是AI的轮动轮涨的效应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这一波 红海有一只手 这一只手是谁 这一只手是最近的头信站在卖操 所以头信开始由卖转买的时候 就是红海再度喷出的时候 再加上大户持股还在增加 所以如果你这一波你没有上车红海的人 记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888 留下你的电话 留下你的姓名 来问最懂红海操作的1.0 因为这一波的红海 它虽然不是天天的涨 但是它只要有好的买点 我一定带领我们的家人去做低阶布局 这一波的红海能够持续的创高 也是在起涨的时候来去做买进 黄金切割率139刀 140块钱 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一个加码布局的机会 甚至你可以发现到 GB200最重要的供应链就是红海来去做独得 而AI将会形成红家军里面占比很高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波的一个红海 你一定要知道是昨天的60分钟级别 红海它出现了回撤前低有手 而且出量再勾 重点是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KED形成了金叉向上 而紧接着红海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紧跟着一点的脚步 那除了红海之外 你可以发现到 在6月4号 红海联武黑K的时候 我事先公开的告诉大家 联武黑K股价形成了一个破低 但是KED指标形成的底背离 这个位置也不能撒低 反而是你任理低阶布局的机会 紧接着红海整理完之后 再创新高 所以红海夺得回答的大单之够 你要知道 产业前景持续向上 股票会有回档修正的时候 就是要让大家上车的机会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红海这一波 我们从所谓的一个 戴维斯双集的力量 如何去估算EPS的调升 本益比的一个上修 如何去估算未来红海的目标价 我有最新的红海目标价的预估 如果你手中有红海的人 来 记得一定要来找1.0 因为只有1.0才能够帮助你 红海这一次赚大得 那除了红海之外呢 我们从EPS的角度 甚至从未来能够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来去做估算 所以还不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88 小老鼠ok188 那除了红海之外呢 来注意一下 红海之外 今天的魏华科 为什么整理之后形成了转强 而魏华科在刚刚起掌 拉回修正的过程当中 1.0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七字头来去做掌握 而如今的魏华科 整理之后的载工 叮咚亮灯工上掌听板 掌听板它代表是1点的选股实力 它也代表是紧接着最后倒数的时间段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喜银2万2 1.0请客 人人有大奖 重点是你加赖了吗 1.0的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88 小老鼠ok188 加赖领取限责2万2 如何去复制这一波红海大转一倍以上的模式 如何去找寻到整理之后转强的个股 例如联军 例如魏华科 而且今天 听好 既然是最后倒数的话 最后前面10名的好朋友们 只有前面10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赶紧好好地把握 再享有一档隐藏的翻背骨 等你打电话进来 除了这样子之外 1.0要特别告诉大家 这一句话 我相信 现在全市场老师都在跟大家讲了 6月4号 当指数震荡压怀的头时 前两天 当指数回调的头时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大跌是你上车的机会 大跌是你的买点 那虽然指数现在还没有过前高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OTC已经过前高了 OTC的过前高 它代表是内资作价的实力 也代表是这一波中小型股票 你要特别来去做关注 那当然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谁能够在你最恐慌 最害怕拉你一把 谁能够在集谍的过程当中 反市场的操作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当今天的OTC指数的创高 内资积极的作价的同时 你要知道 在3月初 当指数跌破了2万点 全市场老师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2万有压 2万是台股的电话板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 全新的台股新世界 当我特别跟大家讲 2万是台股的地板的时候 接着全市场老师都在 follow一点的话 跟大家讲什么 讲什么 讲说台股2万点是地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去做什么 尤其在大碟的过程当中 4月19号 中错了千点 我还以身作则告诉大家 当时候阻砂台积电 当时候拉回鸿海的时候 我带领我们家人 买进台积电 买进鸿海 而这一波 无论是台积电 无论是鸿海 我们都是大获全胜的 那如何去找寻到 接下来买点的布局 所以你要跟着最会操作的一个1.0 来去做一个同步的来去做操作 然而你今天一定要知道是 在集团持续点火的过程当中 吃喝玩乐 我认为是接下来的焦点 而其中非常标的 你一定一定要把握 他是谁 他是来意KY 好 说实在的 很多人私讯问来意KY说 来意KY 还能不能够买 什么时候买进才能够 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赚得更开心 但是来意KY 在刚刚拉回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是如何事先掌握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请你看 关键精彩的VCR 因为来意的股权非常的集中 尤其前十大股东 已经高达了八成以上了 千张大户是千张大户的持股 高达了88.85% 亲爱的好朋友们 这一档标的 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是林林家族的家人 来意KY的这档标的 我会带着你提前掌握 我会带着你买在震荡整理的位置点 来意KY能不能让你上车 可以 但是呢 我们如何从生活周遭去寻找到题材 这是平常生活的1.0 平常生活的1.0 有时间我就会去运动 你可以发现到 我穿的是什么 我穿的是Adidas的运动衣 我脚踩的是Adidas的运动鞋 那我中间的这张照片 他眼睛看不见 他是盲人 老实说 我当时候在慢跑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盲人 我心里好感动 我们这样子有手有脚 可以看到光明世界的人 都能够享受生活 而这样的盲人 他也能够参加慢跑路跑的一个行动 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是 你如何在生活周遭去找寻题材 这个很重要 那来意KY跟Adidas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是制作Adidas运动鞋的重要厂商 他除了是Adidas注重鞋厂的一个重要厂商之外 美国还有一个大厂叫做HOKA HOKA源自于法国 但是总部在于美国 而HOKA当中很多的球鞋都非常的颜色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去年甚至去年的EPS来到了6.26块钱 法人预估来意KY的EPS 能够来到13.6 也就是说今年的EPS会再翻倍上调 既然能够再翻倍上调 来 再来看一下股权高度的集中 无论是前十大股东持股占8成以上 千张大户持股占了88.45% 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代表是当一家公司的大股东 当一家公司的千张大户持股很高的同时 你要去想着来意KY 哪里是你低接上车的机会 所以在今天来意KY 我们买进之后 形成了震荡电高 形成了大涨 虽然今天没有创高 但是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拉回来再度低接的关键 这个就叫做相信看见大转涨停就是你的 除了来意KY之外 注意一下 其实一档标定能不能够涨 大户能不能够站在多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是一点你在东森盘中连线独家分享的 勇威投控大户持股不断的增加 散户不断的下降的过程当中 我也带我们家人来去做提前卡位 今天的勇威 为什么能够亮灯 为什么能够攻高 而产业当中的内容明天独家交战 除了勇威投控之外呢 散热当中如果齐虹跟双虹要1.0挑选 我选择的是接下来比双虹更有爆发力的齐虹 齐虹在1.0拉回来布局之后齐虹大涨 今天齐虹大涨半根涨停板以上 形成盘面的焦点 这个就是1.0相信看见 能够带你赚钱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今天的台积电汇丰 又把台积电的目标往上调了 我跟大家讲台积电的目标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汇丰喊到1370 到底有没有平均 但是呢 在汇丰喊到1370的同时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台积电挑战千元不是梦 我认为最快在今年最慢 在明年应该千元的一个目标价 能够看到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台积电3奈米已经是横霸全球 尤其灰达是他的客户 他赞成台积电来去做涨价 当灰达涨价之后 我问大家 高通也好 或者是呢 所谓的苹果也好 台积电的客户会不会跟进涨价 会 那如果台积电的客户 能够跟进涨价的话 那未来台积电的EPS也好 或者是本益笔能不能够上修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0多块钱的台积电 1.0能够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而这一波的台积电注意一下喔 只要每一次跌3天以上 你就要注意到他的跌下来的好买点 这一波无论是台积电也好 鸿海也好 你都必须要有基本的配置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这一阵子哇真的好热喔 缺电跳电的议题不断的再去做发烧 前一阵子西门丁的一个戏院跳电 真的很煞风景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GB200当中的NBL72 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那当然呢 AI当中它是吃电怪兽 所以AI的缺口 AI的电力缺口 由谁来去做填补 谁又能够受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由外销订单 有美国变压器相关的重电个股 你要特别来去做留意喔 因为紧接着夏天来临 美国的基电的一个呢 计划点火之际 在呢 重电的个股订单满载的头时 今天是有震荡整理的时候 今天 昨天市电的一个大涨 今天市电震荡整理 市电除了有重电 有AI艺冷的一个题材之外 重点还有COAS跟除能相关的商机 所以今天的市电叫做亮缩整理 拉古来就是要找寻低阶布局的机会 那除了市电之外 雅力这一波也算是中低价位的个股 千张大户正在增加 所以越接近十日均线 就是要偏多来去做操作 所以在今天云豹能源拉升的同时 来 特别留意一下 云豹能源连四天的急拉 那如果没有买到云豹能源的好朋友们 注射去去留意一下 云豹能源的相关受惠股 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唯一官方认证的帐号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就如同这一波的正威 我们在五次头来去做买进 买进之后持续的上钩 来到了八字头的位置点 还能不能够再上钩 拭目以待 那除了正威之外 鸿海我们掌握在旗掌 掌握在拉古来 这一波的鸿海我们大赚一倍以上 还有这一波的来意KY 三天的时间 帮我们家人创造出三成以上 所以这一档永远不回头 短线上涨利润将近有三成至五成以上 重点来了 喜银2万2 1.0请客 进入到最后倒数了 喜银2万2 加赖领取限责2万2 但你成功复制鸿海大赚一倍以上的模式 记得听好喔 前10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隐藏版的黑马骨 而且只有前10名才有的一个福利喔 赶紧打电话进来1.0等你来电喔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廣告回来继续请徐老师帮大家分析 亲爱的朋友们 COAS真的太强了喔 今天的一个君豪形成的大涨 今天的冬结形成的功高 下一档要看谁来看过来喔 君豪呢 我们掌握在六字头的毫 买点 今天的君豪亮灯 攻上掌听板形成的盘面的焦点 而君豪之后要特别去留意到呢 谁是受惠的个股 特别帮大家独家的交战 这一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ghter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而在魏华科 我们在整理之后转强的过程当中 带着我们家人提前来去做掌握 今天的魏华科亮灯攻上掌听板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掌听的力量 那然而为什么要跟着1.0期限卡位 因为就像是振威我们买在五字头 而振威能不能够再突破前高 我们拭目以待 而呢像是鸿海我们如何创造出 一倍以上的价差操作空间 来亦可以歪如何在三天的时间段 创造出三成以上的利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的是 喜银2万2 1.0请客 人人有大奖 已经进入到最后倒数的时间段 记得要加赖领取 加赖领取限则2万2 带你成功复制像是鸿海大赚一倍的模式 重点来了 今天是最后倒数的时间段 前十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道隐藏版的翻倍股 赶紧打电话进来1.0等你来见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非界分析师 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并神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赞金正威大赚的模式 可以即加入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当转转线2511.777 2511.77 前十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隐藏发贝股哦